随着进入网络时代 广告行销方式出现了巨大改变 企业也因此更需要数位行销人才 但是数位行销能力到底是什么呢 一起来听听专家业者的分析 手机滑 滑 滑 网络时代来临 行销方式也随着出现改变 但要具备哪些条件 才能成为数位行销人才 Google 台湾总经理陈俊峰说 数位资料分析能力跟跨领域专长是关键 我想简单说 数位行销不外乎就是在大数据中 去做很多的分析 因为行销的目的大分就是为了让消费者 去跟消费者沟通 每个产业的知识 加上懂得怎么去善用 数位行销的工具的分析能力 而看准数位行销人才的需求 Google也在2015年 推出Google AdWords证照 在目前获取证照的700多人当中 有超过7成的学生 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 而其中更有5成以上 起薪超过3万 显见企业对这样的人才需求十分强烈 数位行销在新创里面 其实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通过Google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培训 然后可以找到更专业的一个人才 最短的时间 然后发挥最大的一个效果 无论景气好不好 增强自己的能力 是对抗五薪价进而提高就业机会 跟薪水的博尔法门 有电梯文字幕志愿 台北报道